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最近聽到很多宗教不自由的消息 特別是去年,在俄羅斯有一個曾經是政教團體被壓迫 政府把整個的修道院都沒手了 讓裡面的信徒都離開 也抓了他們的領導 那除了這些曾經是政教徒以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團體在俄羅斯 像耶和華監政人還有其他的 就是禁止 有一些伊斯蘭教徒某一些派別他也禁止 因為認為這個是恐怖主義 所以像在克里米亞曾經他們在那邊帶過很長時間的一些伊斯蘭教團體 克里米亞變俄羅斯的一部分 那就是那個政策也說 你們現在已經是歸類到恐怖分子 所以他們就很驚訝 怎麼會這樣子 那麼久都沒事 現在就要坐牢 坐15年以上 所以這些事情 最近發生的這些消息 讓我們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界限在哪裡 哪裡是宗教自由 就是不壓迫人的一個宗教意識 哪裡是一個宗教邪教開始害這個國家 那個界限在哪裡 當然我們不能幫國家考慮它所考慮的事情 因為的確信仰宗教它也會涉及到人 他怎麼樣看待政府 他的那個觀點等等 所以這個國家他常常不喜歡太多的宗教自由 我們也上次有談那個魔鬼的一個想法 他其實希望徹底消滅宗教 或是讓所有的宗教別人 那個拜麻門教 那個麻門教 就是大家拜錢 魔鬼希望是這樣 之後他就是會播那些好東西 人家就要抱他 拜他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設想 但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就是有一些國家比較民主 就是什麼宗教都可以 那有時候這些宗教又會開始害人 有一些國家又是一個多數人的宗教 就是伊斯蘭教 那他會開始禁止其他的宗教自由 那有一些國家曾經都是 是宗教全無人民是一個宗教國家 那邊現在俄羅斯 那邊現在也是慢慢有那種宗教不自由的狀況 但是那個界限到底在哪裡 哪裡就是真的是一個會帶出一些害的一個宗教團體 哪裡是那個政府管太多 我們在這裡要了解幾件事情 一方面我們如果有人被迫害 我們不要高興 不論這個人 他這些人 這些團體 他是邪教也好 他是什麼樣子 那個壞 壞 那個恐怖分子也好 其實我們不要太高興 他們被迫害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聲音說 哦 那他們是那個異端 他們是邪教 他們被迫害非常好 神的懲罰就是實現了 一方面神的懲罰 是不是政府的懲罰 就是神的懲罰 這個是一個問號 然後這個懲罰 如果是神的 那你也不要高興 神要執行的 那讓他執行 你自己不要太高興 你自己不要下這個審判 你可以對宗教 對一些不對的東西 對邪教 有一些意見 有一些評論 但是你不要希望那些人受害 直接那些人受害 被抓 那個被坐牢 或是被處刑 你自己不要高興 就是不要高興 因為真實的基督徒 就是以愛為出發點 對人的愛 然後那個人 他不管是什麼樣子 的宗教背景 還有什麼樣子 正派等等 你就是要愛他 你要為他祈禱 你不要希望他坐牢 你不要希望他會被流放 或是怎麼樣 因為哪裡沒有愛 那邊就沒有教會 沒有基督的教會 他可能形式上 就是可以掛一個教會的牌子 但是他隨機上已經不是基督 因為基督說 有一些人 我會稱他們為自己的人 有一些人我會說 對不起 我根本不知道你們是誰 然後這個原則 我們要希望 我們會列入到那些 神會說是自己的人 他不會告訴我們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們是誰 我不認識你們 我們就是 然後我們不能拿出來說 十字架拿出來說 我這邊就是 是受洗 我是基督徒 我有那個受洗這樣 那個會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是 要很清楚記得這一點 所以 在這個方面 我們要了解另外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 在九月 在公元前 第六世紀 有一個先知 就是 是 Ezekiel 他也是 住在巴比伦 那時候 就是 猶太人 這個聖殿被滅亡 摘毀 他們被流放 巴比伦 他也在巴比伦 然後 他的一個 一個語言說 就是 這個以色列 你變成像一個妓女 你跟誰發生關係 這個我上次也講過 所以 那他們 那時候是最 正統的 他們是最正統的 所以我們 要知道 就是 不是你屬於哪一個教 或是哪一個教會 那這個就是 保證一些什麼 我們要知道 自己 要 一方面 當然是要 找到基督的教會 但是 這個不是一成不變 不是我們找到了 就是 那現在我們 那個 發揚光大 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是 自動的 就變成是 神所愛的 不一定 我們就是還要 每個人 努力證明 我們 我們對神的愛 我們 竟然要 帶出果實 才不會 也是 神的審判 也會來臨 那個 政府 今天 抓一些人 明天就抓我們 如果他要抓我們 我們希望他是 因為是 撒旦要迫害我們 才抓的 而不是因為 神的審判 神 對我們不高興 所以 我們就是要知道 自己要 惊怕神 不是要認為自己就是神 然後可以告訴誰怎麼樣 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回到 我剛才講的 那個在俄羅斯發生過的 那個修道院的那個事情 在烏爾山 在那個 耶卡 凱撒林堡 附近 的一個修道院 那個 就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事情 那個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 雖然那些人 他們有問題 他們就是在信仰上 變成 就是 過度 信賴一個人 然後 有一種 這種個人崇拜的 那個傾向 然後 他們也是 就是 懼怕 什麼都懼怕 那個反基督 就是做得太過分了 所以 但是 他們 你們可以喜歡他們 不喜歡他們 這個是一回事 我們 就是 鄭教徒 要發現 那個團體 是有問題的 但是自己 我們問題也很多 然後 怎麼樣 去處理 那個團體 其實是非常 不好 所以 如果 如果有人 問我們的意見 我們 如果 要成為 真教徒 基督教會的成員 我們 就是要 對 跟 真教會 相關的事情 我們 也帶著 自己的責任 所以 如果 一些事情發生 像這個修道院的事情 我們 就是要 多多少少 要表明自己對他的立場 我們要說 這個是我們 支持 那種做法 還是不支持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說 表示我們支持 然後 我認為 如果 教會 支持 或是很多信徒 支持 這種事情 發生 神 對我們 會不高興 神 會認為 這種教會 是有問題的 所以 我個人 感覺到 這個責任 就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場 我 認為這個是不對的 那種 處理 一些 修女們 那邊 就是很多 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 修女們 然後 就是 派那種 警察 特殊部隊 要 抓他們 拉他們 這個 離開 那種做法 就是不對的做法 所以 教會 要 發生 要 告訴 世界 它 不贊成這種 東西發生 這個 很清楚 是 對 人 就是 不在乎 什麼人權 也不在乎 一般的 對人的一個基本的軍容都沒有 所以 我們 就是 要 想清楚 就是 這個是我們不贊成的 我們 希望 國家 如果他碰到一些 宗教方面的問題 他會找別的方法去處理 不是用暴力 不是用一個仇文 說 他們 多壞 多壞 絕對不能這樣子 然後 教會 也是需要採取明確的一個立場 在這種議題上面 因為它 涉及到 我們信仰 那些 那些人 他就是 很 很長久時間 就是正教徒 就是我們弟兄姐妹 只有去年 就是因為發生了一個衝突 才 才有那些 那些分裂開始 所以我們就是要為他們祈禱 他們現在經歷很多的 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好的為他們祈禱 也是要為 就是基督可以保護他們 也可以讓那些 比較兇的 那些人 讓他們 悔改 讓他們發現 這個是錯的 這個神不願意的 不支持的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我們就是要和平相處 我們教會在以前 在歷史上 就是 常常有這個依律 比如說 但是那時候就是政府 變成政教政府 凱撒 變成政教徒 從軍事長定皇帝以後 然後 他變成政教徒 那當然有那種 誘惑 就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國家的力量 去 這個 處理那些 意見 跟我們意見不同的 我們認為是 一段邪教 那個界限在哪裡 我今天不談 因為這個議題又很大 我們 怎麼樣處理那個問題 有時候是要看狀況 沒有一個完全一個標準的答案 所以不是說我們完全不能 就是 涉及那些問題 就是跟國家合作來處理那些問題 不是說完全不行 但是 也不能 全依賴政府來判斷哪些對哪些錯 因為 下一次就會輪到你 下一次你會變成錯 然後 政府就是會 已經 他會習慣使用他的那種力量去處理 他認為是一段的東西 所以他也會 有這樣子的處理教會 迫害 逼迫 所以我們這個要非常小心 也需要好的祈禱 需要神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要以愛為出發點 不論怎麼樣 我們還是需要以愛得 以自我犧牲的精神為出發點 而不是以 我們要打敗他們 我們就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某某教會 我們就是對的 那就是這個是 其他的都要壓迫 壓制 消滅 絕對不能有這種精神 好 感謝大家 也希望神給我們這種智慧跟這種愛 基督復活了 我們躲得 動传 計畫 。